大家好 升旗易得動 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的 星期二晚上直播 這節就是講公務員 香港 公務員當然很多啦 鐵飯碗 十幾萬的公務員 在這個 即使經濟環境內惡劣幾月兩年 都是 準時出糧 福利依照舊 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想是所有打工仔夢寐以求的 還有很多不用上班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公務員的 鋼飯碗不是鐵 鋼飯碗就會顯示出他們的戰鬥力 沒錯 很多人很羨慕他們 簡直是超合金 太合金 太空科技來的 內熱 內衝擊 內寒 什麼都耐 還有錢 銀子很耐用 使得很久 跟大家說一下 公務員體系有辭職的上升趨勢 公務員事務局回復傳媒查詢 2021年至22年度 截至12月 有2,800個公務員辭職 較上一年 全年度 同年度多50% 公務員認為公務員面對政治和工作壓力增加 近年投考數字下跌 擔心未能填補空缺 他的公務員會否包括警察呢 應該會包括 因為投考警察就少了 即是沒有人去投考 搞到現在 未住滿七年的又聘請 日後 我想雅也會聘請 有紋身可能也會聘請 黑社會也會聘請 好像大陸那樣 穿白衣 公安 街道辦 穿白衣就可以了 隨便唸件衣 背面寫著警察 好像那套 賭合大戰拉斯維加斯 黑社會是FBI 穿著背心上去 他就是警察 局方提供數字顯示 上年度截至12月 有8,274名公務員離職 其中2,809人是辭職的 佔公務員人數1.6% 離職也不少 離職是否包括退休 退休 被隔斜 這兩個數字都是97年以來的新高 我們看看政務系統也有不少人辭職 去年12月有39個政務官離職 其中27個都會離職 政務官也是 夢寐以求的工作 以前 現在的政務官絕對是九官 其實也是九官 紀律部隊警察就是九官 辭職的政務官當中 九人是首長級 18人屬非首長級 對比公務員的數字很誇張 這個人叫做跳船 這篇文章寫得 非常之 字眼修飾過 因為是方向報來的 所以那些字眼是 修飾過的 跟數字報一樣 修飾過的字眼 跳船啊 不是離職啊 沒錯 現在 現在 這個 公務員 公會 這個港市 梁酬亭 就說 公務員的工作環境不明朗 要面對宣誓等政治壓力 工作壓力也同時增加 有此市民近年對公務員態度惡化 公務員也未必 如預期的隨傳隨到疫區前線工作 估計他們的離職數字 不會再大幅增加 但是近年的公務員投口數字就下跌 擔心未能填補這個流失的空缺 公務員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要你宣誓 簽這個臭小子 當你簽了之後 這一生這一世都不用指望 移民去你們夢寐以求的國家英國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公務員 有九成的人打算移民英國的退休之後 打算在倫敦 打客人就有空去見 小橋流水 好像林鄭一樣拍了一張照片 突然間 簽了一張紙 不可以移民英國 我一生人的大計就被你破壞了 其實林鄭也是 林鄭還沒做特首之前 她不是一心想來英國退休養老嗎 在了此殘生 結果被她當了特首 當然不一樣 就變成禍港 其他的公務員 從來都是 香港的公務員 體系 整班 要AO 尤其是現在的那班是AO 這條題目應該要把他們分開來講 首先組合在一起就有問題 不應該 給他們大方向 他就強行把東西組合在一起 首先政務官 和公務員應該分開兩條隊 他們是兩班人來的 公務員 有很多是黃 他離開就是因為他是 不滿意 政府不滿意 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代革命 所以就離職 AO的班 就是跳船割蓆的 所以其實要分開說 他硬把兩個東西組合在一起說 不要讓他帶著 不要讓他帶著 他特意把那樣的修飾 跳船還跳船 我又要說跳船 又要說公務員 公務員 離開是正常的 有很多人 決定不移民 我這一生留在香港 他們就覺得不要緊 我寧願拿著長樑 留在香港簽小子 這是你的決定 我們尊重你的決定 不過 你就不能 彈弓手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尊重你的決定 你簽了就是永遠的 不能彈弓手 AO也是 因為其實有一群AO 他們也是看風頭火勢 看到現在 跟以前的環境不同了 以前 AO可以慢慢的盡性戒替 現在看來 接下來應該沒有了 很多時候會被土共霸佔了 你現在做AO 你讀書是沒有用的 你講關係 你老爸是民建聯誰 你不是的話 你根本一沒有運行 而AO的體制 讀書厲害的那群人 現在一定會變成民建聯的 你跟他們溝通不了 他也不懂英文的 你跟他們競爭 你跟他們競爭不是競爭你的學歷 競爭你的關係 競爭 說難聽的話 其實 高學歷的人 除了小部分 所以我告訴大家 又有高學歷 又有專業資格 又可以 做盡擦鞋的事 那些人 其實是 這個世界上 最無恥的人 這個 香港是有很多 你看現在那些官賣吧 讀書多的人 就不想做好一些事情 通常覺得很難看 很噁心的 出賣自己學歷 起碼也覺得有一點骨氣 我告訴你 留在香港現在 還可以繼續為香港虛假的制度做包裝 的人 其實等於在做政治 幫北京做政治 很多這樣的人 其實他們 尤其是那些人 他們覺得他們的專業 如果我離開了這裏 我找不到錢 所以 不捨得離開香港 他們覺得只有香港可以那麼容易賺錢 新的那些人 因為他們本來 永遠 舊時沒有得上位 現在 竟然有這樣的時勢 令到一群拆鞋子 沒有任何學歷 例如這個入境處處長 很明顯就是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就有得上位嘛 那個肥子 多了很多這樣的人 紀律部隊 全部變成這些人 紀律部隊 現在我們跟大家說了 他們 大部分紀律部隊升到 上去督陳以上 全部上去大陸國情班 國情班 跟你說一會而已 待會就帶了你去叫雞 所以 國情班也挺嚮往的 現在 根本就是正常有競爭能力的那些人 不會想跟你做這些位置的 你做完這些事 可能那個人也是 在牛津劍橋畢業的 回去讀書做AO 然後我會被英國制裁的 我在英國讀書大的 然後我不能回到英國的 你也做了我那份 你還要面對類似文件 許正宇那些人 所以現在 早前有一班人是跳船的 剩下的一班就好像 入境署 海關 龍蝦山那些是上位的 他這輩子本來都坐不到那個位的 現在被他把握到 把握到那種機遇 人民幣國際化那種機遇出現 他們本來是 散仔來的 有機會擦鞋擦上去 對他們來說 是人生 反轉的一個機會 但當然他們再反轉的機會更高 說真的 中共可以捱很久了 我也看不到 他們跟 陳奕迅 沽空這個市場一樣 在這個 預備V型反彈 在外國市場上投下信心的一票 就開始出現轉捷點 就開始出現轉捷點 大家留意到現在 現在投資下去外國 陣列那些地方的人 多數就是 預備被人斬倉 最先被人斬倉 對於大陸來說 其實勢是很明顯的 對於大陸來說 其實勢是很明顯的 但有一群人是在執迷不悟的 因為這個世界跟 股票市場一樣 永遠有人看好 有人看淡 到了現在 其實他們 最重要是他們面對到資訊 他們撥撥撥撥 因為我平時沒有得贏 現在我估計下去好像也有得贏 所以為什麼永遠 都有股民分身 就是這樣 無論是大升或大跌也有人輸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接觸資訊的民族的 那些渠道也是影響到他們的判斷 好像普京那樣 最近奧地利總統也不是訪問 跟他開會的 回來後 普京到現在這一刻 也覺得自己是贏的 他接收資訊的渠道 很多東西他沒有看到 因為一早就知道了 平時那些新聞 你看那些所謂的經濟新聞 全部是藍煤來的 所以就跟你說要把握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 你還相信他就糟糕了 他就是想你做投資者 你要把握他現在上海封城的機遇 你應該是上海嘛 有很多事做 有很多生意做 去做deliver world 減微團外賣 那個機會遇更大 你是不是應該去上海呢 如果你要根據現在的機遇 最大需求是2500萬人吃飯 你是不是發財呢 烏克蘭的機遇更大 烏克蘭送外賣 馬里乌波爾送外賣 被人圍困 在那裏買樓啊 那裏那個外賣的價格急升 你去投資那裏嘛 壓束營也要叫外賣 俄軍也要吃飯 還有馬里乌波爾的樓市是很值得投資的 馬里乌波爾的樓市是很值得投資的 現在是不便宜的 全部都倒閉了 你是不是買得過呢 那些樓師真的是在說這些東西的 一班人暢談馬里乌波爾的樓價是為了自己可以 入市撿便宜貨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數字 也反映了很多人走 我們也接觸到很多朋友 本身做公務員的 都說不行了 都要放得了 頂不住了 上司也有壓力 主要是 上司也有壓力 主要是狗上司的壓力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